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告主 赞美 永归与万万之王 回藏前你国度降临 世上的余生和好物 为书回你所造万物 你甘愿承受释迦 当你还在苦难之中 一盼见见面其乐 定一位要拯救我们 耶稣你舍出生命 来 我们一起唱 赞美 生父与生子 赞美 生命 三一世 荣耀真神 自告主 赞美 永归与万万之王 在密复活的清晨 中天躺云足呼吸 直到石头被挪开 羔羊胜过了死亡 逝去的神父扶勃 天使都尽为赞历 还愿亲爱的经文 都为归天赴神言 基督的教会诞生 圣灵点满了火焰 这根不复义正义 不衰退 不妥协 因为他宝宣称 我的自由的释放 耶稣基督的爱 赐给我复活圣灵 来 我们一起唱 赞美圣子 余圣子 赞美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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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 赞美 善意 生 荣耀 成 生 自 高 苦 赞美 永 回 万 万 赐 王 赞美 永 回 万 万 赐 王 赞美 永 回 万 万 赞美 带我们敬伴我们的荣美的修足 耶稣 用你的救助 俯活全能真心 荣耀句话 成羔羊 生结和公义 俊荣的真具的能量真心 天时高升起 重要 万物都去醒来 敬拜你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照顾万民之上 悲得尊重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耶稣我祖 照顾万民之上 耶稣 耶稣 用美的救助 耶稣 用美的救助 俯活全能真心 荣耀句话 天时高升起 重要 万物都去醒来 敬拜你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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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互万民赐上耶稣 我要不愿明白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敬拜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敬拜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敬拜 耶稣我爱你 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何等起妙 何等荣耀 超过万民赐上耶稣你得尊重 何等起妙 河的荣耀 耶稣我祝你 草乎万民之上 耶稣 来我们一起唱有谁能想你 有谁能想你 谁能触摸我情深处想你 天涯海照用我一身心理 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有谁能想你 只能触摸我心深处想你 天涯海照用我一身心理 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有谁能想你 谁能触摸我情深处想你 天涯海照用我一身心理 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来我们一起唱有谁能想你 有谁能想你 谁能触摸我心深处想你 天涯海照用我一身心理 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是你耶稣 是你耶稣 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天涯海照用我 天涯海照用我一身心理 被感觉到你 为了一身心理 谢谢你耶稣 在福祝耶稣名字 阿们 领用圣堂餐 现在就是我们要领用圣堂的时候了 耶稣说在约翰福林第六章第五十一节 他有说到这一句 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我们吃的生餐 或者说主的晚餐 是为了 记住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 也是提醒我们耶稣的大爱 他钉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我们 这些罪人 好了我们 还没领用圣堂 我们静下来 思考 思考下 这星期耶稣和神 怎样帮助了我们 也纪念一下 也是来纪念一下和提醒一下 上帝有大爱 有多爱我们 好 好了 大家一起拿起 饼来 我为这个饼来 我为这个饼来做个祷告 我们 是为了世上之生命所吃的 你在十字架上 献出了生命 我们才能与神都在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领 我们 如此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 一起举举杯 来 我们往来为这个杯 来做个祷告 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赞领你 感谢你 为了我们 从天上下来了 到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也当当了我们的罪而现出的生命 我们的主啊 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的破碎 保血 是为我们而留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故意 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业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 你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救主 每当我们领用这个杯的时候 是为了纪念你的大爱 是为了纪念你的牺牲 也是纪念和感谢 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字 Amen 好 好了 我现在交拓时间给IC弟兄 你来为我们讲道 谢谢 哈喽 好 今天早上的题目是 顾念我的祷告 这个是 这个是今天的 正道是从 诗篇 诗篇 第五章 我们 我们 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来 大家一起读 因为我要你们 get involved 这样你们才感觉到上帝 依我们 说什么 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送赞 阿爸天父 今早上 我们来到你天中 我们 祈求阿爸天父 今天来 以我们 每个人 说话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来 坚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很多 时候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们 去确实 缺乏了 祷告 我们没有想到 祷告是 那么重要 所以阿爸天父 今天 走上来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为什么 祷告是 非常重要 上一个圣徒 基督徒 如果是没有祷告的 简单说就是 跟阿爸天父没有关系 阿爸天父 联名我们 联名我们 今早上 阿爸天父 来 恩告 我的口来讲你的话 感谢你 阿爸天父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圣灵 一切 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生命求的 阿妹 谢谢 好 基督前面们 大家一起来读 好吗 来 第一节 诗篇第五章 第二节 耶和华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我到你面前 祈求 却却等候 第四 你是厌恶邪恶的上帝 你 恶人在你面前 无力救之地 第五 狂妄是人不能站在你面前 你真悟一切做恶是人 说谎的你毁灭 凶残诡诈的你痛恨 第七 因为你有无限的使爱 我要进入你的居所 我要满怀敬畏的向你的圣殿下拜 第八 耶和华 我的仇敌众多 求你以公义引领我 是我走你安排的真路 第九 他们口中毫无舌话 心里充满邪恶 欧龙是 展开的坟墓 尸头上尽事回家 第十 上帝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鬼家跌倒 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 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他们被伴了你 十一 愿所有投靠你的人 都喜乐 常常欢呼 愿你保护他们 又愿爱你名的人 因你欢乐 最后一节十一 十二 耶和华 你必支付给义人 你的恩惠向盾牌 四面保护他们 上帝保佑他的话 上帝救护大家 阿们 哈利路亚 好了 这首诗啊 第五 四篇第五 是大卫 所写的 他唱的什么时候 写我们不知道 第三 四篇第三 就是我们知道是 大卫写的时候 是刚刚他 逃离 他的儿子 亚撒龙 他被他追杀的时候 他离开他做的事 但是第五首呢 第五 第五章呢 我们 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可能是面对 少罗追杀 可能被 阿撒龙也可以 也算是可以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 重要的是 大卫写这首诗 就 刚才我们刚刚念 这段经的时候 就看到大卫 有多么 迫切的 祷告 向上帝祷告 来我们来看 今早上的经文 段经文 来教导我们 什么 我们看圣灵来 怎样来 教导我们 阿爸天佛 与我们说话 感谢绝书 第一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顾念我的爱叹 但 大卫跟我们说 大卫是真的是好像是 很绝望 向耶和华祷告 他说 耶和华啊 求你 听我的祷告 很多时候 当我们好像是绝望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 在这个情况 我们好像是 很 很失望 好像没有了 斗争的力 好像感觉到神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很多信徒家的时候 原本是要祷告 很多人 很多人也是 没有这个心情去祷告 这是真的 是个错的事来的 我们更加 好像大卫这样 David这样 大卫王这样 在什么完整也好 应该要祷告 从这里看到 大卫跟上帝 他有个很好很好的关系 very good relationship 因为他知道 他这样的 向上帝求 他 不会感到好像是 没有礼貌 因为他真的很想 上帝来 帮助他 所以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祷告呢 每次 我们祷告 你们 我们 身为圣徒的 真的是很有福的 因为 当我们每次祷告 我们 可以说 三位 一体的上帝 都一再 跟我们一起 第一 圣灵是在 我们里面 当我们 啊 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会 走去 圣灵会 跟我们 调整 或者是 因着信我们 的祷告 从祷告 就 拆去 耶稣 耶稣 会在 阿爸天部的右边那边 阿爸天部在那边 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每次祷告 三位一体的上帝 都有联系关系 又一次又听我们的祷告 你说 是不是真的是有福 感谢 感谢 顾念我的爱叹 很多时候 刚刚我说了 很多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真的面对的很严重 或者是很危险的情况 或者是 一个 一个 情况 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 不知道怎样去说 要祷告也是 不知道 应该是怎样祷告 所以在这里呢 大卫就跟上帝说 耶和华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顾念我的爱叹 顾念我的爱叹 有时候我们 讲不住 要祷告 不知道讲什么 我相信很多圣徒 你和我也是有 遇过这样的经验 不知道怎样去跟上帝说 因为心里面很痛 不知道怎样去 跟阿爸天父说 所以很多时候 就在这个 时候 我们就被魔鬼来欺骗了 应该祷告 我们就离开了上帝 应该去 绝境上帝 我们就离上帝因言 不要靠近上帝来祷告 因为没有性情了 这是错 我们要看圣经怎样教导我们 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祷告的时候 看圣灵怎样教导我们 请教寻 罗马书 你们看到吗 第八章 二十六节 并且 并且我们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救我们 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 但圣灵轻视 用说不出来的爱心 替我们 祈祷 而是拒绝 东西人 东西人 信得上帝 知道圣灵的 医事 因为圣灵是 叫着上帝的旨意 祈圣徒 祈祷 你们听到吗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 大卫在这里也是鼓励大家 大卫的这个神的话语 所以是大卫所写的 是上帝恩高他那时候所写的 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提醒我们 上帝提醒我们 不要说 你有性情祷告 这么困难的情况 这么困难 面对各种的 波浪也好 困境也好 我们更加 要坚定的自己 来到上帝的面前 好像大卫这样 上帝啊 来 听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求你 顾念我的哀叹 因为当你讲过这个时候 你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圣灵 会替我们祷告 耶稣会在阿爸天父 右边来 为我们的 阿爸天父在那边聆听 我们一个 完美的祷告 因为经过我们可能 我们会用的话语 但是圣灵知道我们的心 他们在 让我们的祷告完美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只要来到上帝的 来到上帝的天中 来到上帝的天中 就可以了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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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大卫说 我的王 我的上帝 求你随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只向你祈祷 从这里我们看到 大卫当他一开神的时候 我的王 我的上帝 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 大卫王有多么谦卑 所以大卫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当他 跟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的王 我的上帝 大卫知道 比他高的 有个王 就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大卫虽然自己是王 但是他千里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 上帝 听他的祷告 我们也是要学习 像大卫这样 最重要我们不要骄傲 认为我可以 我什么可以解决 不可以 我能来到上帝面前 一定要千里自己 只能谦卑 我们才可以 顺服上帝所教导 说 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只想你祈求 大卫也是告诉我们 从他的话语 经文告诉我们 大卫所写的事也是告诉我们 因为我只想向你祈祷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信的也好 旧的也好 我曾经有遇过 他们从耶稣这里求了 好像没有什么回应 他没有去跑去 又向另外的神来去求 你看大卫如何写的事呢 因为我只向你祈祷 我只祈祷 我只祈祷 没有另外一位神 你只有一位是我向你祈求的神 感谢主 如果是我们祈求 我们就要信 不要祈求了又信你又怀疑不信 那是上帝不会停的 就好像我中间想起一个 在这个许多行传十二章 你还记得那个 摄里瓦 King Herod 他抓到约翰 杀死了约翰 杀死了约翰 杀死了约翰的时候 他杀死了约翰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犹太人 全部好像是很开心 哇 他就连彼得也是一起抓 因为他认为 如果是他们 他杀了这个 约翰 他又杀了约翰 犹太人很开心 所以现在他抓 连彼得他也是抓买 放在监牢 因为那天是一个节 他就没有杀 再放在监牢 那个门徒呢 圣经说门徒呢 就全部 在家里 在玛利亚的家里 迫切的 为彼得祷告 祷告祷告后呢 上帝派一个天使来到监牢 把彼得的锁链 让开 拖了 也是带彼得从监牢 出了 带 拖了彼得 彼得 彼得就回到 这个 玛利亚的家 敲门 有一位婢女叫到 罗太 罗大 罗大 他就要去开门 因为 在这时候很多信徒在那边 为彼得 迫切的祷告 所以 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呢 那个婢女就去 想要开门 他听到彼得的声音 他认出彼得的声音 他就回来 他没有开门 就回来 跟着门徒说 彼得在门口 你知道门徒他们 会讲什么吗 他们是为彼得 迫切的祷告 但是 当彼女告诉他们 彼得在门口 外面 敲门 他们说 你疯了 就告诉我们 又祷告 又不信 后来 彼得 继续敲门 敲门 咱们去开门 就看到彼得 所以 那段节目 也是提醒我们 如果是我们要祷告 我们就要信 不要有一点点 怀疑的信 不要诱惑 诱惑的祷告 上帝不会听的 我们有 这个圣经也是教导 我们在雅各书 第一章去读 如果是我们 有华语的 不相信 上帝不会帮助那个人的 所以 因为上帝一定会 听我们的祷告的 好 我的王 我的上帝 就是说 大卫全被自己来向上帝祷告 诗篇 诗篇 三十四章 第四章 告诉我们 也是大卫写的 我向你祷告 我向你祷告 祂更应允我 祂便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 上帝的欢迎 提醒我们 也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当我们向上帝祷告 上帝便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感谢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第三 耶和华 早晨你听我的祷告 早晨我来到你面前 祈求 确确等候 这里提醒我们 早晨 大卫说 耶和华 早晨你听我的祷告 早晨上帝听我的祷告 他就说 早晨我到你面前 祈求 确确等候 上帝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呢 应该 上帝是对我们说 我们要像大卫这样 每天早上 第一件事一定要 归给上帝 还没有一起生 什么都还没有做 去祷告 首先祷告 祷告 就好像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 医的很多人 坐到太阳落山了 他们还是在那边 医治的人赶鬼 耶稣也是很累 但是圣经说 明天早上 天还没有亮 耶稣这几个人 就跑去荒野 那边祷告 我们应该想法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明天早上起来 就写头一件事 就祷告 因为 早上的祷告很重要 你要看 诗篇六十三章 是告诉我们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确确 寻求你 在干旱 神啊 疲乏 污水 之地 我的心 我的身 都可想你 倔慕你 在英文的翻译 你看说 他说 Oh God, you are my God Early I will seek you 早晨来祷告 早晨来祷告 所以 虽然我们的华语 没有写到早晨 但是英文写到很清楚 New King James 寻到 Early I seek you 就是提醒我们 一切我要看 那个 神学家所写的 他说 确确 在希伯来的意思 就是说 一早 早一点去祷告 还有在 证言一八章十七节 爱我的 我也爱他 肯确 祈求我的 必能行见 这个肯确 西伯来文 意思也是说 一早 你看英文的 Proverbs 8.17 他说 I love those who love me and those who seek me early and diligently shall find me 必能行见 就是说 我们早上去寻找上帝 我们 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意思说 必能行见 感谢主 所以 弟兄姐妹们 第一件事我要学的 就是 头一件事 早上 祷告 祷告 第三 也是 甘埋图了 这个圣谋要学 确确的 确确的等候 确确的等候是什么意思呢 确确的等候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带着一种的灵 应该是很期待的灵 不要来到很绝望的灵 不要来到很绝望的灵 好像来祈求上帝 心里面好像 不知道上帝肯不肯 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应应我 我们应该像到一天 确确的等候 来到上帝面前 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期待上帝会应应我们 感谢主 Amen 很多人也是有一 有时我的实验 祷告后 我们一祷告 跟上帝讲完了 我们就走 我们根本没有在那等上帝 要有什么话要回答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 就是 一祷告 祷告后就起床 就走了 我们没有在那等候上帝 有什么话语 要以你以我说 这事也是我们要学习 感谢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 这是确确的等候 我们看 诗篇130讲5到第6节 我等候耶和华 一心等候他 他的话语是我的盼望 第6 我一心等候耶和华 比首页的盼望天明还要破切 他在讲的是 比首页的盼望天明还要破切 我们一心等候耶和华 一心要等候他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他的话语就是你和我的盼望 如果是有盼望 为什么我不要去期待去等待呢 哈利路亚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应该要像比首页的盼望明天更要破切 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 感谢上帝 第4 第5 第6节 是 你是 这个是第5 诗篇第5 456 你是 厌恶耶和华的上帝 恶人在你面前 无力救之地 狂妄之人不能站在你面前 你憎恶一切 作恶之人 说谎的 你毁灭 胸强鬼架的 你痛恨 你痛恨 到底 大卫 所写的诗 圣灵 今天早上就教导我们什么呢 上大卫 当时他做这首诗的时候 这首是一首歌来的 当他做这首诗的时候 他唱的时候 他心里面 他明白 他了解 上帝 是一位很圣洁的上帝 或 他知道 上帝是 是 厌恶学的上帝 上帝 上帝 正会一切 做恶之人 所以 他就 可以说 他来到上帝面前 他 很有信心 向上帝祷告 他知道 他知道 上帝 一定会听到祷告 因为 他 所有的 所有他的 所有他的 全 帝人 上帝一定会 不让他们 欺负 他们 欺负 同样今早上,若是我们面对有什么人家的,有什么招害,有什么都好,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痛恨那些人,说谎的,他毁灭,凶产,诡诈的,他痛恨。 这好像,你们还记得吗,那个阿哈王,他要拿那个拿阿波的葡萄盐。 拿阿波不肯,在列王,列王,列王,Best King。 这个阿浩王就好像很失望 他就很不开心 他的太太 你知道他太太是谁吗 耶西别 他就问他的先生阿浩王 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没有心情不开心 他说因为那个拿坡不肯 卖那个葡萄盐给他 因为拿坡很近他的王宫 他的太太就说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王吗 你是不是王吗 为什么说不到 就是这样 他的太太就写一封信 说谎 给所有那个 讲老说 拿坡已经 已经 得罪的上帝 背叛的上帝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拿坡杀死了 说谎的人 所以上帝说他痛恨的 这些人上帝会听吗 不会听 如果是我们有这种人来害我们 那么祈求他 只要我们祷告 上帝必听我们的祷告 Amen 感谢主 Hallelujah 第七 因为 你有无限的时爱 我要进入你的 居所 我要满怀敬畏 的向你的圣殿下拜 第八 耶和华 我的仇敌众多 看到吗 很多仇敌 很多敌人 求你以公义 引领我 是我 你安排我的阵路 感谢主 感谢主 这里 我们也是看到 刚才大卫很有信心 因为知道 上帝是很爱一人 很恨那些 恶人 这里上帝 这个大卫就表达说 耶和华 他就祷告说 你是因为 你的 你有无限的慈爱 我要进入你的 居所 我要满怀敬畏 的向你的圣殿下拜 就是说 上帝 这个大卫很明白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他一定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 下拜 第八 他祈求 他祈求 上帝来给他 引领他 使他走 你上帝安排他的阵路 每个人 当然你们能够来祈求 他就是自己一天给他 你一定要忘 不要忘记 大卫是个王 他谦卑 世纪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万王之王 他来到地球 他也是很谦卑 我们一定要学习 上耶稣基督的榜样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来学习 祈求 有什么事情 一定来祈求 是我走你安排的阵路 你可以会问 如何 如何上帝会 如何使我们走上帝安排的阵路呢 好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会问自己 会想怎样 这样我们就要看圣灵如何回答我们 真言 这段经文你们很熟悉的 但是 很多熟悉的 但是我们好像是 没有认真去相信 真正的相信 真言 第三章 第五到六诀 这段经文你们一定要 默想的背书他 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 不可以靠 这体的五性 凡事 都要 寻求他 他必指引你 走正路 刚才 大卫说 刚才大卫说 求你 求上帝 以公义 引领我 使我走 你安排的正路 如何走正路呢 圣灵告诉我们 上帝话也告诉我们了 凡事都要寻求他 他必指引你走正路 有些翻译写的是 凡事都要承认他 第一 我们心里要相信 你要全心相信 信靠 耶和华 耶和华是谁 也要是万王之王 阿们 哈利路亚 万主是主 创造的上帝 创造天地的上帝 如果是他帮不到你 谁能帮你 所以圣经 告诉我们很清楚 我们有没有全心 是信靠上帝 很多时候在 什么 完整之下 有 困难之下 我们是依靠自己的五心 上帝 教导我们 我们有可能 不信 我们是要用自己的五心去解决问题 是不是错的 大错的错 凡事要承认他 凡事要行求他 是不是说 你要承认他是上帝 要承认他 他是掌权的 在宇宙 寄靠的上帝 阿们 The sovereign God 阿们 所以如果只要我们信靠他 依靠他 凡事都行求他 不管你面对各种的问题 我们只要去求他 上帝就会指引我们走正路 阿们 感谢 感谢 第九 哈利路亚 第九 他们口中 毫无实话 心里 充满邪毒 恶毒 喉咙是展开的坟墓 势头上 净事诡诈 这段 当我们读这段 经文的时候 你会想到 到底 到底 大卫 写的诗说他是想什么 他跟上帝说 上帝说 你们 他们口中 他说他的敌人的口中 毫无实话的 心里充满 心里充满 恶毒的 喉咙是 展开的 坟墓 听到 怕 坟墓中 要你死的 他的喉咙是要吞掉你的 好像 坟墓一样 坟墓是要你死的 这头镜上 是诡诈的 大卫是 他明白 他是跟上帝说 上帝啊 他们针对我 你是我的神啊 你是我的王 我是王 但是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若美的上帝 阿爸天父他 我可以感觉到 当上 当大卫 写这种诗的时候 他是好像 他明白 他要告诉上帝说 他们 要害我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阿爸天父 他害我就是害你 他骂我就是骂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该要学习 好像 大卫这样 我们所面对有人 所有的人 骂我们 憎恨我们 要害我们 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 他们要害我 你是我上帝 你是我王 我信靠你 我依靠你 他们骂我 他们害我 你一定不肯的 因为他害我是要害你的 你是我的王 我的上帝啊 感谢主 所以呢 耶稣告诉我们 有什么事 有什么你不明白 有什么问题 你不解决 你解决不到的 不要去问 世上的人 来找 上帝 耶稣 他 上帝会 很热情的 让 此而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 感谢上帝 感谢主 雅各苏 告诉我们 从天上来的 思惠 首先是 纯确的 然后是 爱好和平的 温年肉顺 充满怜悯 多借善果 不存偏见 没有 虚伪 感谢主 雅各苏 也是告诉我们 但我们 没有事 我们可以 自自去找上帝 向上帝 求 Amen 不要去 因为世界 没有个好人 什么 全部都坏人 所以 我们一定要有什么 不值得怎样跑的 不值得怎样解决的 不要去问世人 问上帝 上帝 是我们的 阿爸天父 祂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 感谢主 感谢主 要学习 却智慧的 来寻找上帝 好像大卫家 意思 上帝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 鬼家跌倒 愿你因他们 许多的过犯 把他们赶出去 因他们的 因为他们 背叛了你 大卫这里也是 好像刚才我所讲的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就好像大卫他还小的时候 他面对 格利亚的时候 他知道 那个人 弥苏格的 格利亚 已经得觉到上帝 得觉到 天上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所以他就求 阿爸天父 求上帝 他说上帝啊 求你 定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愿他们自己 的鬼家跌倒 我们看诗篇 正元26章27年 发现坑的 自己 必陷在其中 滚射头的 射头 便滚在他身上 感谢主 感谢今天阿爸天父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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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讲很多 话 很多话语 感谢阿爸天父 感谢 主耶稣基督 感谢圣灵 这年二十九章第六节 二人被自己的罪 亚救 一人却常常 欢喜歌唱 你看 不要怕 如果是他们有什么 二人有什么计谋 要害你 他们自己会收到的 他们发现坑的 他们自己会跌下去的 因为上帝会保护我们 阿们 感谢主 只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 好像大略这样 阿爸天父 我的王啊 万王之王啊 我的主耶稣基督 来一路向他 前辈自己来 向他祷告 向他祷告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阿爸天父 你多么爱我们 感谢你 感谢你 阿爸天父 对我们的厚爱 没有人像你这样 好像今早上 他们所唱的歌 感谢主 没有人像你 阿爸天父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是荣美的上帝 感谢主 感谢主 十一节到十二节 也是最后的两节 愿所有 愿所有投靠你的人 都喜乐 常常欢呼 愿你保护他们 又愿爱你名的人 应你欢乐 十二节 耶和华 你必师父给义人 你的恩惠 你的恩惠 向盾牌 四面保护他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十一节到十二节 是到位 赞美上帝 也是 他心里明白 若是 只要投靠上帝 就要向上帝 祈求 上帝 一定会 祝福他 他必 赐福给义人 第四篇 第五章 有头到尾 也是讲到 二人 一人 二人欺负 一人 也是告诉我们 上帝 会听我们的祷告 上帝会把 我们 一人 你和我都一人 脱离 一切的恐惧 阿们 感谢主 好了 在这里 劝大家 今天 从这四篇 第五章 我们所读的 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 圣语 我相信 我们应该要 把祷告 放为 优先 全都不重要 最重要 全部有什么 也是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把祷告 放为 优先 因为 第二是 让早晨的 祷告成为 生命中的 习惯 刚才我们读到 还有 不断的 祷告 就好像 这三篇 罗尼前书 第五章 十六 十七 十八节 已经告诉我们 要常常喜乐 不断的 祷告 凡事 感恩 因为这个就是 上帝在耶和华 的旨意 对你而我一样 哈利路亚 感谢 祝 感谢 祝 记得 一早上起来 我们应该是 要习惯 还没有跟 别人讲话 头一句话 一定要跟 阿爸天父讲 我相信你们 做得到 因为 我们刚才也学到了 上帝 如果是 我们 寻求上帝 早前去 寻求他 好像上帝 耶稣基督 这样 耶稣基督 一天没亮 就起来 自己去 祷告 祷告 感谢 主 感谢 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 做个 结束的 祷告 哈利路亚 阿爸天父 感谢 你 今天的教导 今天的话 以 阿爸天父 已经 以我们 讲到很清楚 我们 记者是 缺乏的 祷告 或者是 祷告 祷告 也是没有 听你的 回应 一祷告 就起身 就走 没有听到 你要跟我们 讲什么 阿爸天父 求你 灭命我们 我们要 悔改 帮助我们 阿爸天父 给我们 力量 我们自己 力量 我们 失败 很多次 我们 阿爸天父 向你 祈求 阿爸天父 来 加力量 给我们 让我们 能够 来克服 一切的 诱惑 一切的 试探 很多时候 我们是 贝斯探 temptation 他帮我们 跟你离开 很多时候 我们要 亲近你 因为我们 心情不好 我们 我们不明白 上帝 你能不能 听我的 祷告 我们就 离开 一切 我们听的话 不是听到 你的话 是听到 地人的话 阿爸天父 求你 阿爸天父 来 今早上 来帮助 我们每个人 赐我们 力量 给我们 力量 来 听你的 话 顺从你 因为 求你以外 我们 什么都 做不成 帮助 阿爸天父 听我们的 祷告 感谢 你 阿爸天父 感谢 你 阿爸天父 祷告 是奉我主 耶稣 生命求 阿们 一切荣耀 归给你 阿爸天父 哈利路亚 感谢 主 感谢 主 真的 我们真的是要 跟阿爸 讲 来 叫阿爸天父 来 检查 我们心里面 来 叫阿爸天父 充满我们 有时候我们 想到 我们心里里面 圣灵不能充满 因为我们 充满了自己 我们要听 阿爸天父 话 也 听不到 因为我们 听了很多 很多 拉西 今早上 我所听的 阿爸天父 说 我们多一点 道不道 耶稣 我很喜欢 耶稣 讲的 句话 就是说 我们 灵是愿意 但是 我们的路 只是软弱的 所以呢 怎样做呢 弟兄姐妹们 多点祷告 把祷告 成为 优先 每早上 把祷告 早上祷告 变成一个习惯 感谢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下个月见 拜拜 咱们 告 mandar 咱们 别 巳 来 咱们 择 告 咱们 我们 赴